哈喽 大家好 我是银军长 我们现在是在重庆的梁平 在这个百里珠海的珠海丛中 在这里有580多座古陵墓呀 这些都是埋葬的是谁呢 就是曾经白莲教与新军战士的士兵们 白莲教古墓 说起白莲教起义 想必大家都不陌生 百年下饭 万民翻身 它是清朝两百多年间 仅次于太平天国的第二大规模的农民企业战争 起义军以百里珠海为中心 坚持战斗了七年左右 起义军乃势汹汹 让梁山境内四万多人举家迁居 两百多座山寨 新政府更是耗费了两亿两白银 镇压起义军 但多次撤换统帅也无济于事 更是让嘉庆皇帝气得跳脚 我们现在这片竹林 就是起义军们曾经煞弄过的地方 看样子这条路 已经很久没有人走了 全是竹子 古墓群就在这里面 这应该是一座 这被盗局了吗 都是空的 然后另外一边也有 这一片太多了 时间回到清嘉庆元年 也就是公元1796年 当年的2月 湖北襄阳年仅20岁的王聪恩和丈夫密谋起义 但他的丈夫因泄密不幸被杀 他扛起大旗率领几千人起义 在几个月内连续攻克数个州线 队伍逐渐发展壮大到几万人 在同年的10月 四川达州白莲教首领徐天德 在百里竹海北部的亭子铺 麻溜场举旗返旗 梁平地区就是白莲教山镇的中心区域 山高密林的白铃朱海 成为了白莲教的战斗屏障 他们占据距此20公里之外的金额寨 和朱海各要塞 构筑军事据点 这个时候的白莲教反清起义 已经成辽缘之势 梁山政府根本束手无策 只能一边向朝廷请求镇压 一边指挥团丁 固守县城 建造寨宝 这前后几年里 全县建造了217座坚固的山寨 并且将全县4万多人举家迁驱 寨审 还躲避白莲教战争 公元1797年的3月 清军几万人马 在陕甘总督的率领下 在大竹 达州 梁山等几百里防线 设立据点 把朱海团团包围 并且分成了五路来围剿一军 双方在金额寺一带 对峙长达了两个多月 但起义军们坚守朱海天险 将清军大败 朱海的义军也发展到了数万人 但因为金额寺 粮草缺少 战地也比较狭窄 不适合打持久仗 所以就只好将战斗中心 转移到了百里朱海 其军们借助朱海的优势 在深山脑林里神出鬼没 发山越林就犹如平地一样 以百里朱海为中心 忽东忽西 忽南忽北 灵魂奔袭在各个地方作战 而清兵却使战恶的和尚 摸不着头脑 总是被打得措手不及 更是把家庆皇帝气得跳脚 多次撤坏统帅也无济于事 但百里朱海是其军们的立足点 也是滑铁卢 到了1798年 王聪尔的队伍在湖北 芸汐三叉河造包围 顽强抵抗了两个多月 最后还是战败 他与十多名旅战士英勇跳崖 壮烈牺牲 当大家知道这件时候 义军的复仇心切 1799年 义军的首领徐天德与清军大战的一场 茫茫主海里发生了数十次的血雨腥风的战斗 在那个冷兵器时代 双方伤亡异常的惨重 死伤达到了4万多人 要知道当时的梁山县总人口才4万多人啊 但是惨烈的血战后并没有太大的收获 可以说这次的战役后是白莲教走向衰败的转折点 之后的几年里 白莲教一直坚持战斗 并多次与清军激战 但都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直到1802年 无赖退出了白里珠海 转战甘肃 但在那个地方物资更是频繁 一直坚持到1804年 最后实在是回天乏术啊 但是在这前后7年多时间里 白莲教大企业 共击毙了清朝一二品大员20多人 副将参将以下的将官400多人 清政府更是耗费了军费2亿200银啊 这一次的战役 在漫长的历史场合中 也是龙默重彩的一笔 这里面也没一个指示牌 这晚上来的话应该还是很恐怖 好笔直啊 这竹子啊 面积挺难的 我感觉一眼望到头啊 但是其实还好远 这完全是看不到尽头啊 看样子应该是往前走 在这个竹林里面真的感觉好像迷宫一样啊 串来串去的非常容易迷路 因为四年八分的全部都是竹子 而且脚下也是危机四伏 因为脚下全部都是被砍过的那些竹根 非常的尖 全是这样砍了一半的 特别尖 这玩意儿 不小心倒在下面的话 必定挂在这个地方啊 而且脚下的这些藤门也非常的粗啊 就相当于这两者的结合的话 就完全是一个天人的陷阱呢 你看 这个地方把脚一勾 不小心绊倒了 然后倒下去 哦吼 就领盒饭了 这里的竹子又不一样了 刚刚下面的 又粗又壮 非常的高 这里的竹子 就比较细小 而且 比较的矮 在这边我们看见很多像这个样子的洞穴 都已经没有门了 而且一眼望我们到尽头啊 里面黑区区的这些门应该都是被砸开过的吧 本来最开始我们开车都已经经过了这里 但是没有注意到没有发现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片淑海里埋葬的就是白莲教棋第二年的冬月间 异军首领王三魁的队伍从长寿梁山返回白里附海 争夺赛塞白兔冠爱时 从下养宫 战死的500多名起义军 也是得利于烛海的隐蔽 才有幸保存下来这百座目中啊 但更是清代那场农民战争难得的见证物 喜欢我们的视频可以点击关注转发评论订阅哦